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Fory again,欢迎大家收看我的DOTAR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中国DOTAR职业联赛季后赛IG对阵NUBIBO3的第二局 第一局呢,IG是在波波卡这个丝毫为大胜非常出色的爬回的情况下是战胜了NUBI NUBI也是毫无办法,感觉摄影局NUBI的阵容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调整的空间的 就是他们第四手可以选一个小强去针对方的火猫 然后最后中单位上面如果选择黑鸟的话可能面对军团的一个决斗 有一些反手的办法 上一局的话,IG这边波波卡这个大胜实在是打得太过于亮眼了 所以说也是抢了NUBI所有人的风头 在上一局是完成了一个1v4的撞举 一个人完成了一波4杀,反杀4个人 然后第二局的话,IG在夜演方是先拔先选 选择绊掉了大树,然后NUBI还是绊掉马格纳斯 看NUBI,我觉得NUBI信邪的话第二手应该是绊大胜了 对吧,讲道理啊 第二手IG还是扮小狗 NUBI NUBI这个大胜要不要扮呢 其实上一局NUBI前期的影魔还是比较肥的 但是中期显得也是比较的乏力 主要是主宰是不太顺 下路被大胜完成过一次单杀 导致主宰上一局全场都没有什么声音 输出也是没有打出来 而且IG的核心死问最后一手选就是来针对主宰去选的 有一个战后才是比较克逐在的输出的 嗯,第二手半人 想,想了一下 嗯,还是尊重了 讲道理上一局 伯伯卡的发挥是值得尊重的 最后都拿盾了 对吧 那这样 IG的一选 还是同理啊 想藏阵容可以选冰女 然后想抢英雄的话 三号位上面 哦,抢了一个四号位的土猫 这个也是伯伯卡的一个绝活 伯伯卡是上一局发挥很出色 然后担心牛币会第一轮去拿土猫 选不到特别合适的英雄 隐次呢又不是说 所有这种都可以发挥的 所以说把他的绝活先拿到 保证这个四号位 就是保证手感最热的人 选到最舒服的英雄 而且选土猫也是一个百搭四号位 也不会暴露什么战术意图的 也可以先看一看牛币的这个选择 牛币这边可以选择冰女跟主宰 这个常规组合 我觉得牛币上一局选人 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主要还是中期打的一些细节 没有IG发挥的更好 是抢了一手军团 先抢了一个军团指挥官 然后 第二手选不选冰女 感觉打IG的话 因为IG是一个 在前中期进攻性比较好的队伍 他是很容易建立体 先让优势上中期进攻的 所以说冰女上的英雄 可能会显得略微的弱势力一点 上一局用冰女是输掉了 这一局军团 也可以先选一个 像拉比克或者舒适这样的辅助 保线上或者保团战 还是选择了冰女 冰女这个英雄呢 就是百搭辅助 跟什么阵容配合都可以 而且IG其实也比较喜欢使用冰女 所以是抢了一下 IG是选到了活女 上一局活女 牛逼是一半的 这一局放了出来 然后自己也没有抢 IG继续选到 这样中路 活女跟土猫的这个组合 还是一个比较强势的线上组合 IG现在还是比较喜欢打这种 前中期的阵容 就是线上建立优势 中期扩大优势 然后滚雪球的一个打法 这边牛逼是扮掉了一个 骷髅王 IG自己扮了主宰 牛逼有扮一手术士 术士这个反手 确实也是比较 克军团主义官的决斗 在将位上面能够 克军团的 要么就是强救人英雄 像戴泽神域 毒狗这样的 或者就是一种强控英雄 术士 爱奇是扮了一手火猫 请牛逼战队挑选英雄 牛逼这一局终担 可以考虑卡尔 可以考虑卡尔 神城用力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用力也比较多 对象火女的话 虽然说还是火女的优势 但是卡尔和军团兵女 是比较好配合 有一些定位 火女这个英雄 基本上没有英雄能说 没有人能够压火女啊 选择了一个小强 这样牛逼应该是个四号被小强 选了小强之后呢 我觉得中单应该 应该肯定是卡尔了 90%应该是卡尔 神城也是昨天用卡尔连续赢了两局 现在正是状态好的时候 爱奇之间的三选 小强军团 牛逼中期进攻性还是比较强的 备用时间 圣堂刺客的话 对象火女也只能是不被火女压 但是将反压火女也是不太现实的 就都是一个五五开 爱奇这首可以考虑一下三号位了 三号位上面军团指挥官被抢 还有人马在 人马这一局还不错 在后期出了一仗之后 是一个比较克军团的点 选了一个强反手戴泽 因为对方的三四号位全点了出来 所以说府王肯定是没有位置了 爱奇是比较直接 对方既然是一个进攻体系 我就选一个戴泽 选一个救人英雄 而且戴泽也是能够跟一些核心进行配合的 比如说TB 虽然说爱奇打一号位TB并不是很多 但是这一局是可以考虑一下 牛逼这一首 我觉得可以考虑中单 可以选中单卡尔了 明天凌晨NBA季后赛开始 今年NBA赛季好像是挺有意思的 有好多特别爆炸的数据 像那个韦斯布鲁克的三双 是吧 今年的MVP不知道给谁 第四手 想的时间比较长啊 应该是在想中单位上面这个选择 卡尔的话是不太好 现在是戴泽的救人 然后上堂刺客呢 打活女是优势 但是跟队伍的配合性就没有卡尔那么强 哦 炼金 NBA是选择了一个炼金 炼金的话 那就这个思路就完全转变了 就变成了一个小强军团中期打架 然后保炼金发育的一个思路 昨天NBA是刚刚赢了两局VG的炼金 今天是自己选了出来 其实我觉得打IG的话 炼金还是一个比较 比较不稳的选项 因为IG是一个很善于在线上打出优势 然后中期扩大优势的队伍 IG是个线上很强的队伍 所以炼金本来就是个线上比较弱的阵容 这样对抗IG的话 可能线上会被IG突破的 更厉害 中期就更难发挥了 IG选择了优鬼 优鬼 跟炼金去打一个对刷的后期 谢谢NY送给我的萌 牛逼这一波炼金养的A帐 给小强的信仰比应该是比较高的 最后留的一个大哥 应该是VS跟蚂蚁二选一 牛逼最后办了一手人马 果然是办了一个人马 我觉得这个大哥应该就是 也有可能是拍摄熊 VS蚂蚁拍摄熊 三选一 VS跟蚂蚁会好一些 因为他们救人能力很强 拍摄熊这个英雄呢 虽然说偏进攻 但是打到后期 其实功能性没有VS跟蚂蚁那么好 后期主要还是保护炼金的 只要炼金不死 团战就有输出 相对于线上来说 我觉得VS 就是蚂蚁应该要更强一些 所以办了蚂蚁 选择英雄 IG这边 最后是留了一个三号位 三号位上面打链金 IT这一局如果说打得够快的话 应该可以考虑一个兽王 节奏偏快可以选一个兽王 如果想往后期来打 想 想拖后 那三号位就要选一个发育型核心 发育型核心 现在军团和人马都不在了 发育型核心 好像三号位上面确实不多了 这一局IG可以考虑一下帕克 跟优鬼是一个很好的配合 这个组合老干爹是经常使用的 而且 选择了一个发条 那是非常偏前期了 非常偏前期 IG还是想打一个线上优势 然后中期去打一个压制胜进攻 像发条 土猫 丽娜 都是节奏比较快 小技能比较多的英雄 不怎么吃辣招的 优鬼就打一个收割节奏 优鬼这一局甚至可以出打架桩 去前期参残打架 走这个向位战鼓的路线 补一个鼓回合 也不错 牛逼这个一号位 VS应该是最好的 同时有一手换能救发条 能救被发条框的人 选择了熊战 熊战的话 他前期进攻性确实很强 但是打发条技师 线上其实也不太好打 有个框在 不是很好输出 而且Ig这一局小技能还是比较多的 熊战士是进攻性比较强 VS是救人能力比较强 但是成长性来说 熊战士其实不如VS 因为VS后期这个救人比较关键 然后熊战士后期是比较容易被风筝的 输出是 输出成长性也不是很好 后期输出也不是很高 这一局牛逼是选了一个炼金体系 然后对抗Ig的优鬼 这一局的节奏应该也不会特别快 两边也是宝大和 发条技师主要是想强化Ig中西的进攻 中期发条技师跟火女 两个人配合度也比较高 因为优鬼中期其实是比较真空的一个英雄 中期Ig基本上等于4打5 所以说发条技师这个点选出来之后就是 而且戴则也是个比较弱的辅助 要选一个比较强势的将友 刚才就说了 兽王是可以考虑的 他们选择了发条 发条进攻性比兽王可能还要再强一点 兽王是重控制 发条是重输出的 而且这一局牛逼 四个进战 发条技师也是比较好发挥 选的应该还是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请做好开战准备 牛逼这一局三个熊鬼盾出门 卡卡的小强带了一双鞋 给拍了熊眼两个吃素 冰女是全包啊 这一局看波波卡前期土猫的一个节奏怎么样 带了一组眼先到对方的野区点眼 真眼封野 假眼封野 小强是放了一个核道眼 带泽宝优鬼 线上的话其实 埃及这个优势路不是很强 军团应该会混得比较舒服 这一局牛逼 其实也可以考虑刚三 带泽宝加小强和冰女去钢三的话 这个优鬼是玩不了的 基本上 带泽宝这样优势路去打发的技师 还不如去钢三 钢三应该会更强 埃及这边是暴团 并没有带物 埃及是选择了一个换路 选择了一个换路 牛逼好像确实是想钢三 但是是军团带队来钢三 拍一熊去打一个优丹 里面土猫滚过来 抢服 但是没抢到 被拍一熊拍一波 优鬼主要是 线上太弱了 这个英雄 线上是基本上完全没有进攻性的 带泽也是线上偏保人 进攻性也不强 牛逼的话是打了一个双利 然后冰女士打野发育 还是比较偏发育的 中路火女对练金 小强换到下路 独独之处 给一个镖 土猫有滚 耗一波 先耗一波拍熊的补给 上路是军团单位发条 这个对线对于 埃及来说应该说是可以接受 这边是给了一个滚 滚到了小强 给一标 独之处 耗一波 小强这边是被耗成了残血 下路牛逼这两个英雄的补给不是很多 吃数都比较少 两个人是一个人买了鞋 然后派小强买了穷鬼盾 这样被耗血的话 还是掉血比较快 但是游鬼也没拦了 带泽有两个进化 土猫还有技能 带泽这边就是无限剧毒之处 各种耗血 派小强这边是 冰女过来 冰封禁止 有机会 拿一血 漂亮 冰女一个突然的支援 是让牛逼拿到了一血 线上还是牛逼这个三人路 如果说三人的话 牛逼是要更强一些的 找一下土猫 土猫这边 卡卡箱 杀需要挡滚 没有挡到 用了活女10-2 炼金是8-1 两边是一个队发育 现在炼金酸物的范围是变小了 诶 这个信使 没有问题 OP是买了双挂剑 这边 优鬼也是被强杀 伯伯卡的土猫也很危险 差一下带走 牛逼这边线上打得非常凶啊 这个变成 也是变成了一个钢三 这样打三人路的话 优鬼是很难打的 埃及三 三人线上时各死一次 优鬼回家是买了一个补刀服 诶 没看到 冲的伯伯卡是游了一波 配合活女 双背服 杀掉了深沉的一个炼金 这个点 是埃及打回一城 OP过去吃一波圣坛 帕小熊的补给是已经被耗光了 冰女三级留了一点 上楼军团是14-2 帕小技师是6-4 军团主角关战线还是要更强一些 帕小技师 又运了一组补给过来 海外熊现在是没有补给了 也在运 吃输大血两个灵魂之类 一下 穿刺 海外熊 超强力量 往前跟拍地板 给到减速 强秒优鬼 还差一下 点出来 带走 这个埃及也是没什么办法 他们这个线上的进攻性 跟对方相比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这刚才在 刚才去的话 优鬼要崩了 这个线上 练金十四级专业 下路 找到一波机会 一个暗影波 伤害很足 吃了一口魔棒 再追着A 还差一轮输出 点出来 海外熊是落单的时候 被杀了一波 伯伯卡终结了一个大杀特杀 中路火女过来耗一波塔 帕海熊回家补到满状态 上路这两个人应该是 对对方都没什么想法 诶 火女这边五级吃一个隐身符 这个隐身符也是 被练金的眼眉看到 土猫踢了一波上路 海道技师五级 想动一波军团 土猫是三级二级踢 框住的话是有机会 海道技师是三级弹幕冲击 需要给一个定位 这边往前走 军团是先一个W加速 移速很快 把兵勾进塔 这个位置是躲开了 诱鬼也是选择了放弃猎兽战线 这个线却是站不了 还是动手了 诱鬼也支援过来 给了一个不要的伤害 发达技师看着 框的位置怎么样 框住两个人 那这波应该是可以杀 诶 弹一下 看伤害够不够 带则也过来 一个加血 拿了人头 这波还是为了稳杀 没有省技能 优鬼是顺势换到上路 白雷雄下路已经相威胁了 军团上路加了二级的被动来兑现 冰女来了上路 上路变成一个军团带队的一个钢三 这边土猫和发达技师反包过来 看这一波怎么说 后面的冰女被切了 发达技师弹幕充击 粘上给一手沉默 补一脚踢一个加血带走 拍摇熊踢过来 找人 给小杨一个强攻 拍摇熊的叔叔看打谁 被弹幕充击黏着 一个钩子断一手 超强力量相威胁 再是一个筐 但是筐进了拍摇熊 还差一下拍地板 再 没出来 哎呦优久差一下 再来一次是没有死 戴泽是我伯葬的 伯葬给出来土猫滚进来打伤害 想反打一步 但是优鬼实在是没伤害啊 踢一脚往回走 一个抽篮 戴泽被强杀 这一波牛逼也是 全部来到上路 中路塔已经被 活女给点掉了 丽娜 OP这个推塔推的还是比较快的 现在 七分半 场上经济化 牛逼的炼金是第一 之后是爱记的活女 拍摇熊 是在第一集团 优鬼现在被压得比较厉害 是死了 死了两次 像优鬼是没什么地方 可以打钱 需要到处躲着走 买了一个香味鞋 他现在是 要一直躲着对面的英雄 闭着刷 发小技师 有六级 这个是爱记 目前比较强的一个节斗点 加上活女的一个七级 中路看到了一个小强 上路土猫在战线 补发育 也是在线上扛压 中路一个先手定位勾 那这不应该是吻杀了 小强尖刷已经是用过了 直接是秒掉 优鬼这一局的出装 可能和AIME一样 也是要做支配 但是AIME是鞋子裸出支配的 优鬼还是 B神还是做了一个下面鞋 到了六级 但是没什么蓝 发大技师 和戴泽的一波开悟 找上路 潘雄这边已经六级了 应该是不太好杀的 点金手 我觉得优鬼出点金手 还是要看局势的吧 土猫 先手一套技能 给到沉默 一脚踢 沉默至死吗 果然 最后OP也是追完过来 潘雄这波大招是没开出来 被沉默至死了 中期发大技师还是 找到了几波节奏 杀了小强和潘雄各一次 百分之百点金啊 一个先手勾 出手了 没有勾到 那应该还是你们 比较了解 土猫 土猫在这个位置 直接滚走 正面滚走 小强是没有挡到 小强没有到 没有到六 我觉得出支配 比点金手 对优鬼来说 要合理一点 出点金手 这局可能就是 想跟对方打后期了 优鬼开一波圣坛 土猫 看到了一个军团 伤害应该是不够 没什么想法 现在I技杀人 必须是活女跟发小技师 有一个人至少要到场 这两个人是输出点 发小技师也想不点金手 那这样来看I技 好像真的是想跟对方打后期 确实要做点金手 这波车 土猫直接走 小强隐身来下 优鬼是选择撤退 这边I技四个人 可以考虑一波开悟 我女众再过来 把这波线清掉 小强发现了优鬼 但是单找 伤害可能不够 三级的穿刺 优鬼的血量 有点低 470 小强这边应该 大招结束了 给了个刺还没刺到 卡卡这一波 卡卡这一波 刚才大招A一下 给次应该是可以秒 血量已经非常低了 I技一波开悟 找炼金 嗓门是用过 冰女躺了一枪 一个滚 找的是炼金 优鬼开大招定位 给视野 发小技师往前跟 大招甩给冰女 冰女还是死掉 冰女这波是帮炼金死了一次 本来刚才小强 应该是有机会杀这个优鬼的 优鬼是过来 蹭到了一个主攻 做出了点金手 那I技既然这样来出装的话呢 他们这局就要打一个后期了 打到后期的话 其实牛B这个阵容呢 主要是A杖养了之后 成长性比较好 但是后期其实 派黑熊不是很好输出 是一个后期 比较容易被风筝的英雄 而且这一局派黑熊 也不是很肥 并不是无解肥的 经济比军团主义官还要差一些 军团主义官是1600 的存款 哈达技是这个位置 看到了军团主义官 有钩子 找位置 这个地方有眼 看一下 一个精准的钩 钩到 框柱 带泽 先甩一个 编织 土猫过来一套技能 直接秒掉 没有悬念 派黑熊落地也是顺势被踢晕 插插S 结果确实非常的不错 但是优鬼上路也是被抓了 被小强找到了位置 下落火女逼塔 放了一波技能提升吃魂的被动 上路 这个塔还不想轻易放 发达技师一本TP 踢鼓来手塔 发达技师也要做一个点金手 这一局深深的炼金 还是比较肥的 13分钟 遗物已经到手了 带泽是同样位置 又补了一个假眼 因为这个眼没有被牛逼反到 他判断这个眼是 牛逼的一个视野盲区 但是带泽这个走位 应该是被看到了 上路又是找到了一个 小明的冰女 迷路冰女 再被杀一次 发达技师在中期 是连续来带动节奏 304的数据 这样这个点金手 应该是能够很快补得出来 发达技师其实中期 没什么经济来源 主要就要靠杀人 他人是都杀到了 基本上 上路练金过来守塔 循环指挥官也过来 一千左右的经济 有鬼是点金手 继续自己发育 只能开大招支援 但是点金手有鬼 他本身的恢复能力很弱 这样他打野还是 比较容易掉血的 这边想等一个圣坛CD 还差二十几秒钟 小强 是跟到了发达技师和 活女的位置 发达技师也是点金手 IG 双点金手 有鬼阵容 跟对方去打一个后期 活女开一波圣坛 IG对圣坛利用 还是比较紧凑 这个位置 牛逼是有眼 感觉IG可能要开悟 小强是打了一些信息 白白熊跳刀这一波 军团主持续官 也是在等前出跳 现在牛逼双跳 应该是一个中期 比较强势的进攻期 IG上路了一波 四人暴团 优鬼是满装满装满装 有大招 在中路露线 这一波牛逼的先手 要找戴泽的位置 诶 被秒沉默 军团 发辑师 勾进来 又开大招 军团主员被先秒掉了 小强也阵亡 戴泽给自己搏葬 吃了派军一套技能 派军大招快要结束了 炼金过来给了一个 物 土猫 滚进来 没有大招 放一手沉默 再A一下 炼金一个炸 这边炼金也是有灰药的 杀掉了一个土猫 优鬼后面切兵女 一下点死 还剩一个炼金 炼金在追击 胖死了发辑技师 火女也是残血 费波IG的一个阿环4 军团这个W是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费波卡的土猫反应很快 是一个秒沉默 这个反应太关键了 如果说这一波被军团先手了 IG这波团战应该是打不了的 但是这波是被土猫打了一个先手 军团被秒掉了 发辑技师马上给勾 后面马上给大 把技能先甩出来 这波优鬼也是没有死 2600了 过来吧 圣坛一吃 这波团对于IG来说很关键 但是炼金这波还是收了两个人头的 炼金做出了飞血 马上一波开悟 牛逼这波应该是要控盾 牛逼这个阵容也不能跟对方去 一直拖后期 不太稳 导弹刚炸过 等时也消失 打盾 这边还是意识到了 再一发导弹 发现了 发辑技师有钩子 戴泽有编织 这边KP是有跳刀的 给了一个W 小强的位置是挡钩 土猫一个沉默 阶梯 火女加速服 中了决斗 勾一下 框柱这个盾 还是被炼金拿到 土猫这边进来想抢盾 没有成功放了一个大招 位置还不错 给一个脖葬 土猫没有死 可以再放一块石头 这边炼金大招结束 过来找戴泽 戴泽是没有脖葬的 哎哎 往前烫 还差一下 烫死 火女一个D 炼金也是残血 优鬼只恨自己没有大招 导弹炸了一下 兵风尽致 反手的一个T T住在一个D 冰女跟小强 同时被秒掉 火女的一个自杀 自己是自杀成功 发辑技师还被捕了一波血 拍熊这个位置被他打死 哎呦 这波牛逼好亏 火女马上复活过来 找炼金 这波不找了 优鬼这波是没有来 IG四打五 跟对面打了一个军士啊 炼金这波 盾也交了 哎呦 小强这波跟兵女两个人啊 被火女一个D 双杀之后 火女自己是自杀 这波应该说 IG是赚了呀 IG是大赚 IG这一波大赚 帮发辑技师回里波血之后 拍熊也被踏砸死了 这个 D双杀加自杀 真的是太溜了 这样有鬼是顺利做出了遗物 这波团战对于IG来说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在有鬼真空期 对方空盾一波团战 IG居然是四打五能够打赢 也是土猫的技能释放 先把对方血量打低 通过一个远程的沉默 加踢 加滚大 加放石头 利用脖藏多放两块石头之后 把对方血量打低 然后土猫被杀 戴德被杀 但是火女跟发达技师 是完成了一个收割 火女的一个D 先是完成了一波双杀 然后再次自杀 帮发达技师回血 又打掉了白熊 这边土猫 有戴德在 反打 直接放大招 有伯葬 给一个伯葬 这边自己被控 被决斗 土猫一脚踢 双踢 这个戴德应该是被卖掉了 戴德又加起来的 可以挣扎一下 还是死掉 牛逼继续来进攻 这段时间有鬼还没有出到回 是他们的一个进攻时机 有鬼下落可以收一波线 这个上塔还记 应该是可以放了 阿达技师是补了一个刃甲 土猫一千九 在座跳刀 牛逼终于是强迫了一个 一塔 对方是一个优鬼阵容 自己这个阵容推进 推塔还是 推得慢了一些 而且这个推塔 其实也不是很赚 阿达技师放弃了这个一塔 然后优鬼打了一波钱 打出了灰药 优鬼这一波是有灰药了 活女是更新了一把引刀 这边清一波野之后 优鬼TP回家 拿到灰药 是可以反打一波 阿达可以考虑去反打一波 鼠猫跳刀 这波爱技师中期 关键装更新 选择一波开悟 炼金的分身斧还在做 炼金这局还是比较肥的 一万五的经济 但是这一局明显中期 双方之节奏位的差距是比较大 军团和小强节奏没有 发较及时来得好 这一波开悟直接包野区 牛逼的人也是在抱团 但是军团不在 这个位置破误 发现了个小强撒粉 跳先手沉默 优鬼大招找人 导弹一炸 把人赶走 找的是小强 火女套进到小强这边 大招甩给了冰女 很贪想杀两个 放一个针眼 金色外壳挡了一手 炼金被勾住 派一熊切后排 火女这边给了伯葬 暂时没死踢一手 再是一手踢 派一熊被风筝了一下 再是一个地 派一熊没有大招了 这波土猫再过来 强行滚 杀派一熊 再放一块石头 一个镖 实际上掩护有鬼 强杀派一熊 这波 埃及又是完成了一波一换四 戴泽的脖葬给的也是很及时 他是用脖葬 底下派一熊切火女的第一波伤害 然后再反手控住 发射技师是成功地断了后排 又给大招式掀开了一个视野 这波团圈打下来的话 牛逼正面又是溃败 现在装备差距 就只剩下一个炼金 队友已经是有点 都站不出来了 军团这一波 没看到是怎么死的 好像是被发射技师框住了 感觉牛逼的这个 军团这一局 打得不太好 这把跳刀是没打出 什么先手的效果 跟上一局XXS的军团相比 差距就比较大了 牛逼再是一波开悟 这个位置导弹炸了一下 没有人 是碗炸的一个导弹 看一下找人 火女引刀往前探 这个物还是没有被破 盲撒了一把粉 没有撒到 优鬼这波暂时没大 还差19秒 冰米被发现 直接带走 上路 小翔露线 这边埃及想包 优鬼是有大招的 现在牛逼只能看 生辰这个链金 能不能利用装备的优势 去一为五了 队友现在已经是有点 看不见了 上路军团拍拍双跳 找活女 这波找到了 直接秒掉 这个没有选择啊 终于收到攻击力了 真可惜 但是活女也是活得很快 机枪兵点了这个减 复活时间的时间的这个天赋啊 真的是为了自杀去的 现在活女已经很少点这个 左边天赋了 基本都是点加攻击力 团战中其实 牛逼最需要处理的是戴则这个点 军团最好决斗的目标是戴则 把戴则空到 然后拍摄熊再去找别人 或者秒戴则都可以 戴则只要不死 他们的人是很难死的 就戴则选的也是比较精髓 拍摄熊中期这个打钱的效率也不是很高 小强是做出了一把推推爆 这就是牛逼中期的节奏 相比于IG来说差太多了 发酵技是一直在杀人 那段时间军团和小强是 没什么没什么作用 上了活女点掉一个一塔 而且IG在对方的野区的视野点的也是比较不错 三个假眼 整个照亮了牛逼的野区 IG这边又是一波开悟 直接去包野区 去找人 练金已经是回到上路 小强下路露线 小强是打信息的 这个小强就是死了也没关系 但是IG找的不是小强 找的是对方的一个核心英雄的位置 中路是一个假练金 练金是在家里 钱是够玲珑心了 看到一个信使 还是直接点掉了 这个信使还是比较关键的 是帮练金买玲珑心的信使 还好这波信使是先被杀的 不然买了2000机之后被杀就很伤很伤了 上路 点了真眼 发现了活女 切后排 切代泽 秒代泽 有鬼 大招 练金一个炸 炸了三个人 位置很不错 但是活女正王之后帮队回了一波血 然后秒活 再飞过来 正面IG人还是骑的 里面刺了一手土猫 土猫还有一块石头 跳过来 牵手一个沉默 一个石头 踢没有踢中人 被炼金摇 远程的大招 摔死拍一群 再是个踢 晕住了小强 又被往前跟 有一个标 小强也死 还剩一个炼金 又是只剩一个炼金 这一波 又是被 埃及打了一个死人团灭 终极牛逼已经被打了好几波死人团灭了 每次都是炼金活着 队友全死 这波虽然说是杀了 杀了戴泽 但是活女第二天阵争王是帮队友整个回了一波血 然后自己秒活再过来 牛逼是失去了第一波技能 又是没有打过 本来生成这个炼金 摇炸三个已经是比较不错了 这样优鬼是 分身服了 这一波的打 打的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只不过这个来得太晚了 这个时间秒带泽已经是有点解决不了问题了 对方的核心装备已经是成长起来了 埃及这局三核都比较肥 发条技师也是一个很早做点睛手的发条 刃甲推推加板甲 也不是那么好杀的 牛逼又是一波开悟 这波优鬼没有大招 利用这个时间点来打 小强往前走 看到了土猫 有机会摇了 想动优鬼 这边炸了土猫 决斗优鬼 优鬼这个位置 给一脚踢再补穿刺强秒 有机会秒掉了 戴泽是不在 TP取消 戴泽这波第一时间没有TP 这波戴泽感觉TP的是有点慢了 先TP的话 优鬼可能死不掉 这波是强杀了B神的优鬼 终于是打回一波 炼金25000的经济 接下来的话就是看炼金养一仗之后的效果了 炼金是选择先做了一个刃甲 把格子撑满 这一局炼金是没有补护甲装 没有做强心和冰甲 先做了刃甲 直接直接出一仗 炼金的这个A仗这一局也是非常关键啊 因为这一局队友太穷了 只能靠一仗去救活了 小强现在就等A仗的 派小熊也需要继续一个A仗 派小熊是做出了BKB 带则补了一个战鼓 撑高一点属性防止悲悯 已经是第一把一仗有了 扬给派小熊 这样派小熊经济终于是有了一个提升 这一局牛逼依靠这个A仗的加成 团战其实还是有打的 这局炼金还是很肥的 生成的炼金是315的数据 补了330个刀 全场最高 这一波先手找的是谁 找的是发疗忌尸 带则又是不在 又是秒了一个 派小熊开启了BKB 秒了之后可以空盾 发疗忌尸这波是不能买活的 打盾也是很快 这波IG的肉山团好像是 不想轻易的放 打掉两斤一个幻象 反一个视野 但是盾打得非常快 已经是没了 牛逼中期是打回来两波 杀了一次幽鬼 杀了一个发疗忌尸 然后控到了肉山盾 盾是给了派小熊 游鬼需要打一个散尸 中文二塔推掉 炼金直接飞下 把线推回去 一个落地shift勾 直接勾住派小熊 派小熊是有盾的 有A杖 有个太大招 派小熊被沉没了一下 直接被秒了一个盾 大招BKB 准备在第二天再开 看这一波 先甩一个编织 提前的一个T 晕住再滚进来 大招解掉 开BKB反打 这边晕是晕给了发疗忌尸 派小熊不敢往前冲 炼金冲了一下 开启刃甲 火女开BKB 往前墙上 这边土猫在后面限制一下 火女们被决斗了 但是军团打不过火女 被秒掉军团 火女再打伤害 这边T还是没有用 土猫一脚踢 踢到炼金 再给一个T 开启刃甲 火女自杀灰 火女是被打死 然后帮队回了一波血 派小熊又是个大招 找戴泽 戴泽 给自己搏杖给出来了 诱鬼开分支斧 六次派小熊 这波波里完成一波三杀 打了对面一个团灭 这个火女的 被杀是很关键的 又是帮队友回了一波血 这波是牛逼戴盾 被打了一个二换五 这波炼金也死了 有鬼是最高伤害六千七 这波是戴泽 提前给了编织 应该也是帮埃及加了很多护甲 波波卡是在后面各种放技能 影响牛逼的一个战位 连金被迫买活 但这个塔肯定是要没了 军团阵甲过来找人 但是也没有开出决斗 连金交了一个买活 这波埃及是破了高地塔 还可以拆圣坛 刚才那一波团战 埃及的这个技能释放 真的是非常非常到位 整个团战打下来的话 比牛逼戏打得要好很多 花刀技师 这一波之后也是马上A仗了 现在整体装备 埃及的装备 质量都比较高 练金第二把A仗 要给小强养 但是刚才是被迫交了一个买活 现在练金是不能再死了 军团很大 决斗人打不死 然后自己要先死 对面还有一个搏葬在 我觉得军团最好就是找戴泽去决斗 决斗别人的话都不太好杀 而且刚才那波派雄也是被先动手 牛逼是处于一个被先手的位置 派雄的伤害跟军团是没有能够跟上 有鬼这边是空了一个双倍斧 分身斧散尸 其实关键还是军团的决斗 能不能让队友的输出跟上 练金跟派雄的输出能不能跟到这个决斗的人 这个是最关键的 刚才也是决斗了活女之后 没有人帮他 他自己被活女打死 小强这个位置A账 直接埋地宝 给了一个穿刺加抽篮 这波圣残被先点掉 派雄开悟 过来拍了一下 但是牛逼是没有真眼 点真眼 发现了活女一个先手 T开启BKB输出 军团找的是土猫 带蛾伯葬 给到 给的很及时 土猫 放一波技能 被刺起来 这波要死 有鬼这位置被击火了 有鬼这位置很危险 推了一手 开分身斧 但是再被晕一下 还是死掉 如派雄应该是有一个小晕锤 果然两个被动晕 甚至完成了一波双杀 这波牛逼是打赢了 这波是军团决斗的土猫 然后队友跟上进 让带蛾伯葬给了土猫 但是有鬼的位置也是被击火 而且拍摄雄 这波晕锤打出了一个 非常好的控制效果 这波牛逼是打回了一波 打了一个一换四 终于是打赢了一波团战 每一盃都是打赢了一个 在打赢了一个 刚才也是因为 炼金给小翔养了第二把A杖 有了一个A杖的埋地 现在军团在等第三把A杖 军团是更新的BKB 炼金这波使人的自己要出BKB了 一眼上塔 已被摧毁 这一局虽然说埃及中期的团战打得很漂亮 但是因为牛逼有一个无解肥炼金 不论那个队友来养东西 提升队友的经济 而且后期还可以给军团和破坏熊养银月之精 这个成长可以说几乎是无限大 军团其实出一仗还是挺厉害的 出一仗就去控戴德 让别的人也不能骚扰 这边发现了小强的位置 先手一套技能想秒给了一个强攻 拍熊过来秒戴德秒掉了 小强这个外壳是弹了一波人 优鬼这波是没有大招不在 这波埃及打得很着急了 被打了一个零换三 卡卡这个尖色外壳是挡了很多伤害 优鬼刚才是暂时没大招 这波开餐的时机 IG是稍微的着急了一些 小强这边隐身 看到了优鬼 尖刺外壳 抽篮军团强攻认甲 没有决斗 但是可以留住 小强再一口抽篮 优鬼空篮 推炼金 炸到优鬼也要死 这两波团阵打下来的话 牛逼又把这个局势 完全的倒转了回来 我们看到牛逼 他的经济其实一直是不落后的 但中期团战打不过 但是这波团战之后 经济是领先了7500 而且这波优鬼 要交买活 不然这个高地可能要被迫 你的忠诚 你应得到表彰 快乐技师放一个框 强行手高 踢一下 分身符躲开 优鬼53秒钟 军团BKB 强行牵手 找的是土猫 拍子熊切活女 戴泽不知道该救谁 土猫被秒 戴泽自己被溢住 只能是给自己搏葬 小强A杖 给远程穿自优鬼 是没有选的买活 这波大招甩给了拍子熊 但拍子熊开大招 挡对了这波这波伤害 攻击位置很危险 他就是勾一手 想断一下 框 自己 有鬼选择了买活 开大 想过来切 看留谁 先切冰女 切死开分身符 小强这个位置放地宝 是没有反引 剃了一下 被晕住 这个位置A记没反引 看不到 撒了一把粉 但是塔已经是没了 这小强真的是比较恶心 富大技师勾了一下 后排的人 帮队友断了一手 小强粉 小强是先杀死了机枪兵 然后粉的时间结束了 再晕一手优鬼 这个A杖地宝小强 再一手穿刺 这波爱就被打灭了 优鬼是买活的 快乐熊这个位置被杀掉 猴女服务还是比较快 大招给小强 小强TP 猴女带没有控制 还真被他踢走了 我的天 这个A杖小强 这边是留住了一个炼金 晕住 开BKB 疯狂输出 幽鬼赶过来 这炼金被强杀 炼金110秒 但是可以买活 这波是IG的 双核 都交了买活 活女也交了买活 非常非常的伤 小强最终是没有死 自己买了一个笛子 这个养A是让后期的newbie 整体阵容 成长性变得强了很多 这边土猫来回翻滚 在清兵线 清得非常的吃力 中路反推一波B连金 一个买活 但是有鬼上高能力 还是比较差的 而且对方有个地宝小强 小强 这边地宝直接埋出来 埃及是点了一个针眼 但是没有决斗 没有人敢去 能去动他 一个先手勾子 勾到活女 剃普攻 但是没有蓝了已经 军团BKB决斗先手 找的是活女 炼金可以买活 戴泽 伯葬给上 炼金买活打这一波 小强再是一个穿子 有鬼和活女都是空蓝 炼金过来收场 一个摇 杀谁 杀到戴泽 有鬼阵亡 有鬼是不能买活的 这一局比赛 埃及感觉是要输了 炼金是 没发现活女 活女BKBTP 小强后期的抽蓝 实在是太强了 两个抽蓝下去 活女就没什么蓝了 活女这个装备本身的 蓝上线也不是很高 哎 土猫被发现了 拍熊 跳到CD 有大晕 再是一个滚 延缓了对方的一波时间 但是有鬼70秒钟啊 小强这个位置 不断的埋地宝 无限抽蓝 又是晕了一下活女 给摇 短摇 摇了发掉技师 活女跑掉 埃及还在牵扯 还没有放弃 有鬼是55秒 这边地宝小强在扛塔 基本上不掉血 两路 这波两路肯定是没了 有鬼26秒 没有有鬼埃及肯定是打不了的 但是 但是 有鬼复活之后 感觉这个局势也是有点大势已去了 42分钟 这边牛逼经济领先了15000 经验是持平 而且这一波结束之后 牛逼应该是可以整体更新一大波装备 连破两路的经济 拍熊是大云锤 然后炼金 2100 军团做墙席 对于埃及来说 应该说只剩下 大概一波的机会了 就是再也不能输了 再输一波就没机会了 小强的这个地宝 只能是用BKB去处理 没有BKB的话 没法进身 基本上 这边埃及一波开悟 主动出击 想找机会看到了炼金 但是不好动手 而且有人在蹲 好了 技师 一个先手 勾的是地宝 勾的是小强 但是 OP低身是没有在 决斗是给了土猫 给一个伯葬 土猫没有死 再炸一手 强秒土猫 土猫这个位置 又给了一个微光披风 但感觉还是要死了 还是死掉 小强还是没死 再勾小强 给一个地 再给一个镖 小强又是弹了三个人 晕了三手 练金再给一个炸 小强还没死 最终这边 埃及 秒掉了小强 但是自己的人也是 死的差不多了 小强买活 打球给自己一个驳葬 有鬼是没什么血量的 这波有鬼是更新了一个BKB 强行秒小强 但是小强是吃了很多伤害 也打出了很多控制 这波牛逼再过来控盾 埃及这一局 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真的是赢在了这个 被养A上的小强啊 阵地战太强了 让波高卡也是被KP针对 每次都是决斗 只找土蒙 不找别人 脸已经带了奶了 开雄最后一件做学机 牛逼这一局 虽然说中期局面烈士 团战连续失败 但是炼金一直都没怎么死 然后依靠这个A仗对队友的提升 在后期是成功的翻盘了 埃及 埃及这波团战再去高低阶段 已经很难打了 对面这一波是一个盾奶上高 这一局也是让我们看到了 炼金这个阵容的容错率啊 非常的高 只要炼金自己的经济还不错 然后队友的阵容配的合适 后期还是空间很大的 这个A仗是给了军团 埃及再来一波开悟 但这波实在是太难打了 说实话 秒谁呢 炼金飞过来 跟队友会合 开了分身斧 这边一个跳踢 先手活女BKB TDG三连 钩子秒料炼金 炼金不能买 再找KP 开启BKB 认甲决斗游鬼 给了一个加血 没有输出能跟上 游鬼这个位置 中了还是有点疼 给一个搏葬 再是一个三次 小强这个位置 地宝又买起来了 游鬼还是被秒掉 游鬼是可以买活的 海雷熊 大英锤 给了活女 带着搏葬 还有还是CD 活女反手过来风筝 炼了技师 也跟上有钩子 被拍了一波 没打死 游鬼可以买 排雷熊有盾 看这波怎么守盾 小强马上过来 但是没有埋地成功 被沉默利手 再踢一脚 排雷熊过来切人 大招开起来 挡一波伤害 小强一个穿刺刺空 开始点地宝 这边一个尖刺外壳 挡了一波伤害 再则搏葬 给出来 很极限 再一个穿的 活女有点危险 一个双踢 再给沉默 集火最后一个小强 开启BKB 集火地宝 晕了三个人 活女一个人点 打得真的是吃力 小强想跑没有成功 这波是IG 居然打了对面 一个五人团灭 自己是直死了一个游鬼 团战的牵扯 做得是非常非常到位 优鬼选择了买活 优鬼买活 要打一波推进 这波活女打了 八千三的伤害 一波是打了 七八 九千的经济差 戴则一个人 收了两千一百块 我们看炼金的买活CD 炼金的买活 还有八秒钟CD 那这样其实 其实还是不能推的 炼金只要 而且炼金 其实也快复活了 炼金快复活了 这波IG想直接拆基地 是不现实的 只能是破一路 他们只能破一路 上下都有二塔 小强这波不能买活 IG有一个小小的人数优势 活女这波可以 自杀之后 再过来打第二波 开刃甲 决斗有鬼 中了一个青莲宝珠 但是不影响 还是控制了A仗决斗 时间很长 活女这个位置 阵王帮队回一波血 买活 可以飞鞋过来 拆了S被秒 Burning 优鬼是买活的 开BKB 走一波 这边一个大招 甩SKB军团 军团可以买 军团买活 这波IG要走 IG要走 冰女过来 翼竹有鬼 强行留有鬼 自己被杀掉 平衡禁制 被青莲宝珠解掉 乍是炸给了活女 活女也是买活过来的 开雄想过来找 被优鬼在树里面 风筝了一下 开大招 这边开分身斧 再风筝一波 一个T 大军可以给优鬼 给伯藏 就是依靠这个 伯藏来反打 但是活女还是被杀了 帮有鬼再回了一波血 又鬼还是阵亡 非常的惨烈 最后已经没有输出了 被打了一个五人团灭 IG这波只能GG了 打出了GG 恭喜牛逼第二局 是扳回一局 但是这一局比赛 IG输的 输的也是 怎么说呢 在最后 我们感觉牛逼 已经优势很大的情况下 IG还是能打赢一波团战 已经打得非常不错了 虽然说这场比赛输了 但是打得还是很精彩的